在下雨或是有露水的時候 可以承接在空氣中或者是下雨的水 但是它還是比起在地上來講的話 它是比較乾的 那同樣的在地上的這些落葉呢 會形成一些營養的腐質質 讓這些植物可以吸收 那請問在上面的樹幹呢 它的根沒有辦法下去吸收這些腐質質 它只好自己有沒有攔截樹葉有沒有 自己做堆肥有沒有看到 這個它就自己做堆肥自己在處理 那要講這個是因為讓你等一下 跟這個生態轉位的現象做一個比較 我再幫大家複習一下就是 它是一個適應比較乾 它需要陽光比較強 它只要上去在樹幹的地方 比起在下面的這些植類 它所受到的陽光是比較多的 但是它是比較乾的 那我們沿途上來呢 這個環境是一個變動 而且是不均值的一個破碎的一個碎部狀態的 比如說這邊是有樹遮住的 你看到那邊就沒有樹遮住 陽光就灑下來 這兩個環境就不一樣了 所以這兩個環境就會創造出不一樣的植物 它在那邊不同的生物在那邊 那跟溪溝裡面就不一樣了 所以這裡面的變化是非常多的 所以你走三步五步 就會進入到不同的樹 不同的圍棲地的狀況下 所以等一下我們上去看 會發現這樣的一個鳥巢爵 像這樣的一個癌漿爵 這個是山蘇花 那這樣的一個附生植物 居然跑到地面上來 那跑到地面上來 我們就來推敲一下 等一下上面呢 會跑到地上來 這樣的一個生態轉位 跟它在樹上會有什麼不一樣 會有什麼相同的狀況下 它可以跑到下面來 一個是我們剛剛講 這個附生植物要跑到樹上 它是要比較多的陽光 所以呢 我們等一下上去看的地方 這癌漿爵會跑到地上 它那邊就會比這邊還要亮 它會亮的原因 是因為那個地方的岩石碎屑比較多 土壤化育比較不好 所以那邊的植物就長得比較稀疏 讓陽光可以灑進來 所以它在地面上所接受到的陽光 跟在樹幹上所接受的陽光 可以做一個補償 它不用跑到樹上 就可以接受到這個陽光 那第二個呢 如果說 等一下我們上去看的這個地方 它土壤化育是比較好的 比較潮濕的 那這樣的一個附生植物 它就必須要跟底下的這些草本 跟蕨類競爭 那這樣的競爭狀況下 它不一定對它有利 所以我們等一下上去看 它是一個比較乾的 這底下是比較濕的 所以它就釣到下面來 因為它的競爭者比較少 它就可以原本在樹上生存的 就釣到下面來生存 這是一個生態轉位 等一下我們會做一個比較 第二個呢 要跟大家講的是 沿途上來呢 我們可以看到樹皮白的是九瓊 有沒有 那可以看到這片樹林 有很多的同一棵的樹 它有很多的樹幹 一棵有多幹 那後面的九瓊也是一樣 這裡面青鋼粒也是一樣 一棵有多幹 有沒有 那這樣的環境變動 會比較大 環境變動比較大 你們剛剛沿途上來 有看到解縮牌 對不對 然後發現那個解縮牌 樹不見了 找不到 因為這裡的環境變動 是蠻大的 所以在這樣的環境變動 比較大的狀況下 一棵種子要發展成 要長到八公尺 十公尺 能夠搶到陽光 它需要經過十年 十五年 所以如果不小心 環境變動 有包括颱風來 有包括地震 有包括山風 如果這樣的環境的變動 風下來的時候 它的樹 折損了 如果它只有單幹的話 它折損了 它就必須要從種子 再重新來一遍 如果它有多幹的狀況下 它斷了一根樹幹 它還可以再活下來 以至於說 在這個變動的環境下 在同一個種群裡面 它有單幹的 也有多幹的 但是因為這個環境變動 把很多單幹的淘汰掉了 因為單幹的樹幹一折斷之後 它就沒有辦法活了 反而是這些多幹的 它折斷一隻 它還有四隻的樹幹可以活 所以它可以佔據了這個環境 這個叫做一個蘿蔔 一個坑 這個地盤效應 所以我們今天不是講說 在岩石的 我們這邊是一個石頭山 所以你佔到會長樹的地方 是一些土壤崩化之後 它堆積下來 只有這個一小塊而已 可以讓這些擴葉樹可以長起來 所以能夠長樹的地方 都是非常有限的 你佔據了之後 其他的樹就進不來了 所以它就不會輕言放棄 它原來的地方 所以它要固守它的地盤 所以這些比較多幹的植物 它就在單幹的植物就會被淘汰掉 然後多幹的植物 就看到它的比例就會比較多 你看到很多的樹就會有很多多幹的現象 那你如果在低海拔看到這些現象 就代表說 這個地方的環境是屬於一個 變動性比較大的一個環境 變動比較大的環境 那右邊這一棵呢 這棵葉子很大的 這很典型的這個叫做大葉南 大葉南是溪谷型的植物 那這一棵是江某 長狀葉的江某 我們沿途上還有看到太魯格麗 有看到橘木 有看到光桶在開花 那有看到山芙蓉 所以沿途呢 你可以做比較這些擴葉樹 這些擴葉樹 它會長在的地方 是比較穩定的地方 如果我們看到的是 像黃蓮木 這些落葉樹無患子 這些落葉樹 就代表它是長在比較乾的 就是岩石比較多的地方 如果我們看到的蕨類是比較多 就是在一個有溪谷 有水分比較陰暗的地方 所以沿途上來 就是讓大家感受 在這樣的延伸植被裡面 表面上我們看到的是 很多的岩石 一個石頭上面的一個小的樹塊 但是實際上 我們走進來這裡面 深入的去看 其實在這個岩塊裡面的樹蟲裡面 它還包含了很多不一樣的 比較小的棲地的環境 就是我們早上看的是 對面的山壁上面 好像是這些樹是長在石頭上面 但是這個石頭上面 我們今天深入進來 就發現說這個石頭裡面 居然還有比較潮濕的環境 也有看到累積比較多的土壤 它又長出了擴葉樹 所以這個是進來 它裡面有一些 比較細微的變化 我們比較一下 跟早上我們看到的大的東西 又不一樣 謝謝 謝謝 感謝